同学们好 这是咱们的第五节课啊 打开我们大纲 上节课我们完成了这个前后台模板搭建是吧 然后我给大家留一个作业就是把这个前后台的模板搭建成功是吧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的界面 叫tp5.com是吧 好 这就是咱们的前台的一个界面 无论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我已经提前啊 就咱们上次留的作业已经提前把这个模板给搭建好了啊 我看一下 前台的是吧 你看 我已经前台把这三个音面给搭建好了 我们看一下啊 这是index 默认是index 是吧 php 然后后面是 这个是吧 然后后面改一下 比如说这个DE 应用里面是吧现在我把它拆分了拆分了什么了就是一个 前台一个后台 并且给他指定了两个小本 啊 一个前台的入口一个后台入口 看一下 你看 这是后台的入口啊 他默认的话会找前面这个文件啊 所以我们这里只需要 admedia php 看一下 看到没有 要直接跳到后台里面去了 这样的话 咱们就很 很清楚的 去登录咱们的前后台 是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期课要学的内容 这期课咱们要学习这个无限分类模块的一个设计啊 首先呢什么是无限分类啊 看一下 这是咱们的首页是吧 当我鼠标放上去 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服装服饰是一级分类是吧 然后女装是二级分类 下面这里有T恤 衬衫 西裤 这个三级分类 而且我的西裤下面可能还有这个小西裤 大西裤 还有这个什么 呃 什么美国式西裤 英国式西裤是吧 那这样的话我有四级了 那么 也可能有五级 甚至是六级 那么就产生一个需求是什么呢 我这个分类是不固定的 也可能是两级 也可能是三级 也可能是四级 所以呢我们在写分类的时候无论把它写得灵活一点 我们写的是无限分类啊 但是一般来说三级分类就够用了 好 这是咱们的无限分类啊 然后无限分类数据表的设计方法 首先我们知道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用这个 写个表格 写个 五行五列 五行七列吧 比如说 哪个栏 比如说一般是这个 表的名字是吧 无限分类 表 是吧 然后我们取个名字 它是生品的分类 所以是固的 是下面有个typ是吧 然后第1个是 它的类型 类型呢有一个资争id 然后这个表的名字 就是这个分类的名字 它分类名字上面还有个什么呢 pid pid是什么就是它的负集id 也就是说你看 这是一级分类是吧 二级分类 二级分类它要包含这个一级分类 还有一个pid就是这个一级分类的 所以我们上次也设计一个pid 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它的一个 路径 比如说这个 一级分类分类下面有二级分类 二级分类下面有三级分类 我们把这个分类的路径传进去啊 还有一个 还有个少写一个是吧 插入插入一个 在这里写吧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这个 叫 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写下注释啊 这是资争id是吧 类别分类表 资争id 然后这个表呢是这个 还有这个是这个名字分类的名字是吧 还有它的负集 负集 id 路径 分类路径 这个是它的分类等级 这等级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这是一级这是二级是三级是吧 我们通过数字一二三级的方式去 设定它啊 比如说这个是 这里写注释啊 等级是吧 然后这里还有个什么呢 还有个 比如说它类型 是吧 是相当于一个数字字典 然后 int 是吧 这个是 给个vch 下吧 pid也是int啊 路径的话也是vrch 是吧 制服判类型 等级的话给个int型 int型 好 这是 这是咱们这个无线分离表的一个设计方法啊 咱们来实现一下 首先打开我们的很好用的这个 nobel cart 这个工具是吧 找到我们数据库 本地数据库 下面我们冲进冲进一张表啊 来建个表 比如说 in id是吧 不是空 组件之争 啊 无符号 保存一下 叫go 的 是下面一个typ 好 增加一个栏位 看到我们这里怎么写的啊 叫 内蒙 vch 类型 不是空 再来一个 这个是pid是吧 int型 不是空 再来一个 还有是什么呢 是这个路径是吧 再来一个 呃 再来一个什么呢 再来一个 level 是吧 等级 等级的话nt型啊 保存一下 好 这样咱们的表就借好了 借好以后我们看一下怎么使用 首先找到我们代码 代码的话 这个啊 我们从这里打开啊 比如说 直接从这里 找到 adme下面啊 adme下面他可以是不是可以单独配置这个配置文件啊 比如说 这下面有一个 很废一个是吧 这个配置 还有这里有database database这个呢就是配置他的 数据库的啊 你看 他摸动的话使用mysq链接是吧 然后这里是他 dsn 配置啊 这里是服务器地址 服务器地址用我是北地安装的 所以是127 0.0.0.1是吧 数据库的名字刚才就叫tp5 用户名叫我摸动是叫root 然后密码是123456 本个号是3306是吧 后面这些呢就就可以不用去填啊 除非你设置这个数据库的读写分离还有这个多台服务器啊 好 找到我们代码找到这个顶基 后台啊 后台这里 这里有个固扬式 固扬式是我提前创建好的你看啊 加 admin.php是吧 因为我们今天要完成是分论模块 分论模块为了 呃不耽误大家时间我已经把体码的路径给调整了啊 如果你们是用新的那个的话就是这个跟这个的话你们调整这个图片 还有这个 css 还有这js的路径啊 好 我们的模型分类其实就长这样的你看 这是一级分类二级分类三级分类是吧 这是添加分类 我们这里稍微改动一下啊 找到过的是这里 找到这个添加这里 这里是什么这里是备注是吧 我们把这备注去掉 把这去掉 是吧 你看 然后分类名称下面还有个什么 是不是这个 他的复级的这个分类啊 我们收一下啊 扩展这里啊 核心 基础这里有个 表单啊 找一下 好 拿过来 替换一下 收进 看一下 是吧 这样就是选择了 然后我们这里测试一下有没有连接数据库啊 在这个 固托是里面怎么测试 到了 m等于大m里面的 是吧 叫固的 是下面有一个typ 是吧 然后 直接打印一下这个看有没有结果啊 刷新一下 你看 这样的话就代表咱们连接数据库成功了啊 然后 首先的话咱们要提交是吧 就是当我选择的话 提要过去 这里的话我们先 随便插入几条数据吧 比如说这个 一 那模式 服装 是吧 pid 默认 如果他们是顶级的话默认就是零 是吧就没有 然后这里 他的路径怎么连接 这种方式零 在加拿大的ad 等节是一节是吧 这里要注意啊 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描写他的路径 这的话我只要变列零 他就等一节 然后再把 一 他的后面的路径变离出来 我就可以得到他的一个指缝了啊 好 我们来代码看一下 首先我把这个要把这个变离出来啊 就整个这个 是 $n 等于一个 slate 是吧 咱们先先使用这种方法 后期我再教大家怎么去用这个model啊 先用这个 date 是吧 然后打印一下看有没有数据 是吧 得到以后 比如说我这里是两条数据啊 再来一条 这个是二是吧 服装下面有西服 然后他路径是 负ad是1 后面应该是 0 逗号1 逗号2 这里是二级 是吧 好 先这里写啊 然后 这个 编例出来以后就直接 直接拿过来啊 在这里 这里我们改一下 默认的话顶级分量啊 这里 这里的话就是 nam 是 叫nam 是吧 默认等于你 然后 你写个循环标签啊 叫 nam 等于一个 data 是吧 然后 etm 等于一个 vo 你再循环过来 你把这个拷贝过来 是吧 这的话就给放这个 dlo vo.ad 他自带ad 是吧 这里是他的名字 这里都不用说了啊 因为你 你既然是学 这个项目实战课 你可能 对这个操作很熟悉了 是吧 逼你我们看一下有没有结果 刷新一下 嗯 看一下 哪里有问题 看哪里 哪里写错了 到了 data 是吧 没分配过去了 是吧 叫s a gm 是吧 括号 the data 括号再来个 data 是吧 点击一下 嗯 前台这里写错了吗 a at at atm 难道是说这个php 这个深刻php5他可能不支持这种标签了啊 因为我这种写法是什么 是不是这个3.2.3的写法啊 可能因为他这个版本升到tp5以后他改了啊 换个写法 换成什么呢换成这种啊 啊 叫for 1 for edge 然后到了 data 是吧 就有点像这个php的写法了啊 到了 v2 这里 再来一个 gm for edge 啊 结束 我们看一下这个方法行不行啊 因为刚才那种方法是不行的 我们看一下刷新一下 这里起抽位置了是吧 这里起抽位置了啊 把它拿过来 放在这里啊 好 再刷新看一下 好 现在就可以了是吧 好 那咱们这节课先停到这里啊 下节课咱们接着讲 这 mapping 就是 脑子 ui 你知道 professionals 什么 的 你 其实 是 艾 的 sí 就是 √